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岁时将整张脸和双手都涂黑 参加阿拉伯之夜派对的成年旧照被翻出 击垮他阳光正直形象 加上背起底至少涂黑脸三次 种族歧视争议重创他的身世 黑历史让杜鲁多元气大伤 也让竞争者保守党党魁谢尔趁势崛起 虽然杜鲁多立刻出面灭火道歉 但已冲击不少选情 因为选前最后民调执政的自由党和在野 最大的保守党数字差距在误差范围内 自由党和保守党竞争激烈 成为加拿大史上最难预测的一次选举 只是两位候选人无论谁当选 可能都无法拿下国会多数 酬组少数派政府执政 将会是新领导人必定要面对的议题 三地新闻陈斯伟报道 三地新闻陈斯伟报道